Hello everyone,我可是你们的老朋友 Dadey天天 上期《失环传》的这部电影 它周五的时候就上映了 有很多美国的网友在讨论 它的电影能不能成功 它会不会在中国上映 还有它的票房到底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看到了 Discussing Film的官方推特上面就有写的 在这部电影为期四天的劳动节 长周末 上期已经获得了 90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哇,非常多的钱 这是劳动节周末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那我也是看到了 许多美国的网友在说 他们非常的开心看到 漫威电影的首位 亚洲超级英雄这样的一个电影 可以破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么上期这一部电影的 这个全球的票房不错 但是这个票房到底会长到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就要看看 它有没有机会走进中国的电影市场 18% of Americans 18%的美国人 那也许有些中国朋友和我一样 当时看到就觉得 为什么这样的热题会上我们的热搜呢 就是因为一些推特上面的网友 在分享了一个新调查的数据 像这位网友的推文里写的 关于NFT的新Pipsley民意调查 18%的美国人 个人投资过NFT 而22%的人认识购买过NFT的人 48%的美国人 认为NFT是一项好的 安全的投资 与品牌相关的NFT最受欢迎 占16% 那当美国的网友看到 这些数据和推文之后呢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看到的最多的一些评论 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 这个民调的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也有很多美国的网友 拿这个18%来讽刺 开玩笑的 像这几位网友写的 如果民调显示NFT 18%的人可能会因为他们太尴尬 而不愿承认 他们不知道NFT是什么意思 NFT是一种数字资产 它代表现实世界中的物品 如艺术品 音乐 游戏中的物品和视频 通常是用某种加密货币 在网上买卖的 后面就hashtag 现在你知道了 这位网友就分享 这个NFT到底是什么 就来普遍这个知识点 还有这个 嗯 我会说18%的美国人中 会有17%会赔钱的 你们之前知道NFT是什么吗 你有买过他们吗 可以在评论里来和我们分享 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 一座巨大雕像即将要被拆除 那具体是谁的雕像呢 就是南部邦连将军 罗伯特伊里 一个多世纪以来 这座雕像高耸 在该州首付纪念碑 打到Monument Avenue上 被广泛视为 种族不公正的象征 那么今天 罗伯特伊里又上了 推特排行的热搜 排在第五位 那我们就找到了 ABC新闻的一个视频 就是这座巨大雕像 被拆除 雕像被抬起来 真的很大 你看旁边站的那几位工作人员 在他的旁边 真的很小很小 然后观众还在唱这个 有名的chant 就是那个 那罗伯特伊里又成为了个热题 当然罗伯特伊里又成为了个热题 当然网友有很多话想说 也许李将军现在可以更安息了 因为他要求不为他 或其他南部邦连战争领导人 树立雕像的 要求得到了兑现 抹去历史 只会让你注定要 重蹈覆辙 后面这位网友 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写 历史被记录 在这些被称为书的东西里 那这位网友想表达的意思是 这些历史是被写在书里面 不需要用这种雕像 来记住这样的历史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油管上的好玩的视频 相信有不少中国朋友 在餐厅里面有看过外国人用筷子 遇到了麻烦 像我刚到中国的时候 我一段平时可能吃起来只要十分钟的餐 就变成一种半个小时的挑战 尤其是在吃面条的时候 那幸亏有一个油管的博主 发明了一种很好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使用筷子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以就可以看 他发明了这个会旋转的筷子 这会让你吃面条更方便 它会不停地不停地来旋转 知道你有完美量的这个面条 万一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旋转会停不下来 那来过美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美国人是非常注重他们牙齿的健康 我们的伟大发明博主 就想到了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快速地用牙线 我就发明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就让你快速把你这个牙齿给弄好了 这里面是有把这个牙线串到里面去 可以同时把你所有的牙齿 一次性用完牙线 每次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伟大发明博主的发明 都那么有意思 同时都那么没有用 大家应该知道 许多美国小朋友 最喜欢的一个食物之一呢 就是Chicken Nuggets 就是鸡肉鸡块 那么这位网友呢 就是要挑战看看 他需要多长时间来一次性 把120个鸡块给吃掉 那在视频当中呢 他就说了120个鸡块 是有4920个卡路里 真的好多呀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吃了30个 已经1分43秒的时间 已经吃了30个 哦呀 100个Chicken Nuggets 在7分多钟的时间 啊 每次看到这种快速吃饭的 有种挑战 看他们的这个表情 就知道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天呐 一共花了9分22秒的时间 23秒的时间 感谢你观看我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们点点点点点点点赞 还有呢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 热门的话题想 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来告诉我们 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